一个有妇之夫却谎称单身 花重金追求单纯女孩 另一起案例 丈夫为做生意 竟背着妻子把房卖掉 两起案例都是丈夫 擅自处分了家中财产 知道真相的妻子 能否将财产讨回 瞒着我花钱的丈夫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都知道夫妻共同财产 就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取得的财产 那夫妻对夫妻共同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如果一方他单独擅自 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 那就侵害了配偶一方的合法权益 今天我要讲的这两个案例 都是丈夫单方处分了 夫妻共同财产 妻子起诉想要要回财产 但是呢结果却截然相反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王晶晶是一个26岁的女孩 她年轻漂亮 还很有爱心 喜欢养小动物 她和男朋友养了一只小狗 王晶晶的男朋友呢 叫李峰 高大帅气 所以一有时间呢 两个人就在小区的楼下遛小狗 两个人俨然是一对幸福的小情侣 邻居们也觉得 这两个人啊 很是般配 这一天 王晶晶正在小区遛狗 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快递员打来的 快递员说 就在王晶晶的单元门前 让她回去签收快递 快递 最近没在网上买什么东西啊 王晶晶疑惑地牵着小狗 来到了单元门前 结果呢 快递员递给她一封 法院寄来的邮件 打开一看 王晶晶被起诉了 一起被起诉的 还有她的男朋友李峰 王晶晶和男朋友 为什么会被一起起诉了呢 起诉他们的又是谁呢 这样就要从 王晶晶和李峰的相识说起了 那是王晶晶刚刚大学毕业 还是单身的她 打开了一个交友软件 一个长相帅气 戴着墨镜的男人 引起了她的注意 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 这个男人名叫李峰 是名飞行员 特殊的职业 更引起了王晶晶的兴趣 王晶晶从小就有一个空姐梦 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还去应聘了空姐的职位 可是呢 很遗憾没有选上 所以遇到飞行员李峰 王晶晶觉得呀 她是神秘又帅气 就这样两个人经常聊天 李峰给王晶晶讲 开飞机的感受 和飞行中的那些故事 王晶晶呢 给李峰讲她对飞行员的崇拜 和对蓝天的向往 一来二去 两个人就熟悉了 这天啊 李峰刚刚完成飞行工作 她给王晶晶发了信息 干嘛呢 我刚落地 我要请你吃饭呢 王晶晶没有想到 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她几乎拿着手机 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所以呀 她开心地答应了 李峰的邀请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约会 有说有笑 从黄昏傍晚到华灯初上 两个人一直聊到晚上九点多 就这样 两个人通过网络认识 又在现实中见了面 李峰比王晶晶大了八岁 但她英俊潇洒 对王晶晶也很细心 王晶晶呢 很喜欢李峰 可以说对她是一见钟情 于是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以后 不到一个月 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李峰告诉王晶晶 她是北方人 三年前啊 就已经离了婚 因为固定飞这趟航线 所以呢 会经常来到 王晶晶所在的城市 王晶晶觉得李峰 成熟稳重 不在意她离过婚 就这样 只要李峰的航班 飞到王晶晶所在的城市 她就会到王晶晶的住处居住 两个人啊 过起了小日子 平时呢 李峰不让王晶晶上班 还养了一条小狗 陪伴王晶晶打发时间 这天李峰又来到王晶晶家 当她洗澡时 突然手机响了起来 王晶晶顺着声音寻找 在李峰的包里 她发现了两部手机 更让她吃惊的是 手机上显示的来电名字 竟然是老婆 直接李峰的屏幕上 显示来电者的姓名 竟然是老婆 老婆 李峰不是已经离婚了吗 离婚了怎么还能叫老婆呢 王晶晶没有接听这通电话 但是呢 随后她打开了这部手机 她发现啊 手机里都是李峰和一个女人 还有孩子的照片 李峰和这个女人举止亲密 还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 而通过他们的聊天记录里 王晶晶发现了 原来这个女人 真的是李峰的老婆 她叫纪云 王晶晶瞬间觉得天选地转 世界都要坍塌了 李峰洗完澡出来以后 见王晶晶手里拿着她的 另一部手机 情绪激动泪流不止 王晶晶还问她 这怎么解释啊 李峰好像知道 这一天早晚都会来 李峰长说了一口气 是 我们还没有离婚 但那是因为孩子还小 而且呢 我们夫妻财产比较复杂 一时没法办完 但我对你怎么样 你是清楚的呀 原来李峰真的没有离婚 她是飞行员 目前固定飞一个航线 妻子和女儿住在航线的那一头 王晶晶住在航线的这一头 而李峰在航线的两个端点都安了家 这两个女儿都被她欺骗了 王晶晶无法接受李峰的欺骗 哭闹了好几天 但是过了几天 李峰就又要飞行了 王晶晶发现她根本没有办法离开李峰 李峰没有和她在一起的日子 她总是在想 她在干嘛呀 她是不是带着妻儿 正在享受着开心快乐 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人呢 而李峰呢 只要飞来王晶晶的城市 她就会回到他们的家 还会不断地哄王晶晶 她告诉王晶晶 亲爱的 你再给我一些时间 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们的关系 我是爱你的 虽然知道李峰有家 可王晶晶已经陷到了 和李峰的爱情里面无法自拔 她让李峰早点离婚 来到她的身边 李峰呢 一口答应了下来 她还给了王晶晶十万块钱 说这是自己给她的补偿 就这样 王晶晶接受了李峰已婚的事实 她将错就错 期盼着李峰能尽快离婚 娶了自己 再说李峰的妻子纪云 她和李峰是大学同学 上大学期间呢 他们就恋爱了 一毕业就结了婚 结婚以后呢 没多久 他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 很多人都羡慕纪云的生活呀 觉得她老公长得帅 工作好 赚得还多 又不让纪云出去工作 结婚以后的第七年 还有一件好事发生 纪云又怀了二胎 李峰的飞行航线逐渐稳定了下来 因为经常工作出差 有时候呢 她感到空虚寂寞 需要陪伴 所以呢 她就经常在网上找人聊天 之后就认识了王晶晶 见王晶晶单纯善良 她以恋爱为名 和王晶晶相处 在节日期间呢 还会经常发 5201314这样金额的红包 寓意啊 是表达 我爱你 一生一世 李峰仿佛又找到了 恋爱的感觉 她自以为呢 能够一直这样 家里面红旗不倒 外面彩旗飘飘 可只终究是包不住火呀 先是王晶晶发现了李峰已婚的身份 她好不容易安稳住了王晶晶 可没过多久呢 李峰和王晶晶的事 又被妻子纪云给发现了 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纪云收到了一条短信 而这一条短信 就是王晶晶发的 王晶晶自从知道李峰有家事后 并没有和李峰分手 她一直都想让李峰离婚 而李峰却很犹豫 一直没有行动 王晶晶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索性给李峰的妻子发信息摊牌 当初啊 王晶晶发现李峰的另一部手机时 她偷偷地记下了纪云的手机号码 如今她给纪云发信息说道 我和李峰在一起 已经生活了一年多了 她爱的是我 你赶紧离婚吧 当时纪云正怀孕八个多孕 得知老公出轨 情绪波动剧烈 孩子早产了 而那段时间 李峰是忙着安抚妻子 照顾早产的孩子 又要迁就着 另一个城市的王晶晶 她是焦头烂额 浑浑噩噩呀 等纪云做完月子 情况稍微稳定一些 她把王晶晶和老公李峰 都给起诉了 要求什么呢 返还财产 纪云查看了老公李峰的账单 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她陆续给王晶晶转了二十多万元 还有购买首饰礼物的消费 纪云认为呀 这些钱 那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但是呢 却让老公拿去给了第三者 于是 她起诉王晶晶 要求返还财产 但是庭审中呢 王晶晶称这些钱 都是李峰自愿给她的 赠予行为也已经完成 即使是夫妻共同财产 那李峰当然也有处分的权利呀 她愿意给 并且已经给完了 那就不能要回去 所以呢 她不同意返还 那王晶晶应不应该返还 有妇之夫送给她的财物呢 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 夫妻家事代理权 家事代理权是指 夫妻因日常家庭事务 与第三人从事一定法律行为时 有相互代理的权利 因此呢 只要属于家事上的开支 夫妻任何一方 都有家事方面单独的处理权 也就是说 夫妻一方在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时 无论对方对该代理行为 知晓与否 追认与否 夫妻双方啊 均应对该行为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1060条第一款规定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 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双方基于婚姻关系 对共同财产 部分份额的共同享有所有权 夫或妻任何一方 基于日常生活需要 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均有效 但是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那就需要夫妻双方协商一致 夫或妻未经对方同意 而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属于无权处分 法案中李峰与纪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向婚外情人王晶晶支付较大金额的金钱 该行为不仅侵害了合法配偶纪云的合法权益 也违背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 破坏了夫妻关系的和谐稳定 属于不被社会认可 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 不受法律保护 在这一年期间 李峰向王晶晶进行大额的转账 其中呢 具有特殊含义数额的红包 比如说520代表我爱你 1314代表一生一世 通过双方转账的数额次数 和其他的证据来看啊 二人的关系 已经超过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被告李峰对被告王晶晶的赠予行为是无效的 法院最终判决 王晶晶返还李峰赠予给他的全部财物 纪云的权利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虽然钱是要回来了 但是呢 纪云无法原谅李峰 他还是选择离开了李峰 和李峰办了协议离婚 这件事情以后 王晶晶其实也受到了情感上的伤害 但是夫妻之间 本来就有相互忠诚的义务 当得知李峰有家庭以后 他应该及时和已婚的男人划清界限 但是他没有 反而沉沦到了他和李峰的婚外恋情里 无法自拔 最终呢 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还要背负破坏他人婚姻的骂名 观众朋友们 刚刚这个案例啊 讲的是丈夫出轨 私自将财产赠予给了婚外情人 最后呢 妻子起诉 要求要回财物 但是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案例呢 同样是丈夫单方处置了夫妻共同财产 但妻子发现以后呢 最后却没能把财产给要回来 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男子刚买的婚房 却有陌生女人上门讨要房产 女人竟是原房主的老婆 丈夫背着妻子卖房 妻子起诉讨要房产 却为何被驳回 瞒着我花钱的丈夫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021年春天 春暖花开 东北的天气啊 开始暖和了起来 这一天是周围和女朋友的大日子 为什么呢 就在今天 他们买的房子可以入住了 虽然是一套二手房 但也是周围辛苦打拼 攒钱买的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周围的心里啊 是美滋滋的 甭提多高兴了 今天就入住新房 而且呢 周围都合计好了 到房子里面 他就单膝跪地 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钻戒 向女朋友求婚 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就这样 周围一边收拾 准备搬进新房的东西 一边啊 憧憬着和女朋友以后的幸福生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电话响了 你是周围吗 我这里是法院 余珊珊起诉你 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并且要求你返还房屋 周围听完是一头雾水啊 心想 这余珊珊是谁 我不认识余珊珊啊 退房 那说明和我刚刚买的这个房子有关系啊 可是这个房子 我是从房主刘成业的手里买的呀 余珊珊跟这套房子有什么关系呢 她为什么起诉周围要她退房呢 这样就要从周围来这个城市打拼说起了 周围和女朋友都是外地人 来这个城市打拼五年多了 周围很能吃苦 五年的时间里 她做过很多份工作 送过外卖 当过快递员 还去工地打过工 最后呢 是在当地开了一家小饭店 虽然这五年吃了不少苦 五年的时间 周围是睡过地铺 租过地下室 但是呢 收获还是值得的 她的梦想 就是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 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五年后 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周围打工和开饭店 攒了一笔钱 买个新房啊 虽然不够 但是呢 足够买一套二手房安家了 前不久 周围把女朋友 从老家也接了过来 两个人一起打拼 一起找适合 两个人结婚的婚房 周围和女朋友 在各种二手房信息网 找房子 周末房子看了很多 不是太破旧 就是房价超出了预算 就在两人失望而归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们租住房子的二楼 贴着一个出售房屋的电话 这真是踏破铁 邪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周围赶紧叫出女朋友 说你看 那个房子就出售啊 而且还离我们的饭店这么近 这个小区啊 环境也不错 咱俩赶紧问问吧 于是呢 两个人就拨通了 上面的电话号码 接电话的男人呢 说他就是房主 而且他也在附近住 马上就能过来 带着周伟去看房 就这样 十分钟后 男人带着房产证来到了楼下 男人介绍说他叫刘承燕 就是房主 看完房子之后 周伟觉得呀 非常的满意 这房子虽然不算大 但是不管从户型 还是小区的环境来看 都算得上中上档 价格呢 也在他们的预算之内 最主要的是啊 这个房子没有出租过 装修还很干净 买来以后 稍微收拾一下就能入住了 周伟当然核验了 房主的身份证 还有房产证 房主确实只有 留城业一个人 所以呢 周伟当即就决定 要买下这套房子 一个星期以后 小两口是跑完各种手续 以四十六万的价格 买了这套二手房 顺利地完成了 更名过户的各种手续 房屋过户到了周伟名下 这一天周伟准备 把房屋好好收拾一下 那承响却接到了 一份起诉状 内容是让周伟腾房 而起诉他的 并不是原房主刘承业 而是一位名叫 余珊珊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谁呢 周伟带着疑问来到法院 这才知道 这余珊珊啊 竟是原房主刘承业的妻子 余珊珊和刘承业结婚 已经十多年了 陆陆续续买了好几套房 这么多年 刘承业一直在做生意 但是呢 其实余珊珊对于丈夫 做生意一直都不支持 一是呢 丈夫一直在赔钱 家里的房子啊 都已经赔出去了三套 存款呢 也被败光了 二是呢 她觉得这么失败的教训 摆在眼前 老公就不是快做生意的料 所以呢 她非常不支持老公 再折腾了 余珊珊和老公住在 别的房子里 而老公刘承业 卖给周伟的这套房子呢 他们并不常租 所以啊 一直都是空着 但是这套房子 虽然登记在 刘承业的名下 可是却是他们 婚后购买的 最近呢 刘承业又要和别人 合伙投资 余珊珊不同意 她也再没有拿出积蓄 给刘承业 让她去投资 就这样 刘承业背着妻子 偷偷地出售了房产 把房子 卖给了毫不知情的周伟 原来周围买了房子后 余珊珊回房子取东西 发现房锁怎么都打不开 于是联系刘承业 刘承业只能说了实话 余珊珊非常震惊 房子怎么能说卖 就卖了呢 而且房子虽然登记在 刘承业的名下 可是房子是婚后取得的 自己也有份 而刘承业呢 卖了房子 非但没有通知自己 卖房款连个影都没有看到 这钱是干啥花了呢 余珊珊就想让老公 把卖房子的钱给拿回来 但是呢 老公说 这钱啊 已经拿出去投资了 至于干什么了 那你就别管了 所以呢 无奈之下 余珊珊起诉周伟和刘承业 要求确认他们之间 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还让周伟把房子给退回来 那余珊珊的诉讼请求 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周伟需要把房子给退回去吗 我们来看本案的法律点 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 是指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占有人 将其占有的财产 转让给第三人 受让人在取得财产的时候 是出于善意 即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 原财产所有权人 不得要求善意受让人返还财产 根据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 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 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第一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第二 以合理的价格受让 第三 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照法律的规定 应当登记的 已经登记 不需要登记的 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 出售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 第三人 善意购买 支付合理对价 并且以办理不动产登记 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而在本案当中 周伟购买房产时 查看了刘承业的房产证 上面的确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刘承业一个人 周伟呢 也是以正常的市场价格购买的房产 况且呢 房屋现在已经完成了更名过户 因此啊 周围属于善意取得房产 于是法院判决 驳回了原告 余姗姗的诉讼请求 那么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们可能会问了 房子在没有经过妻子 余姗姗同意的情况下出售 那妻子在夫妻共同财产中的合法权益 应该如何保障呢 丈夫是单独卖了房子 但是如果该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即使第三人善意取得了房产 但是房屋出售所得的价款 仍然有妻子的份额 所以呢 妻子可以向丈夫主张权利 索要卖房款 就这样 周伟辛苦攒钱买的房子保住了 而经过法庭的教育 刘承业也意识到 自己擅自出售房产 对妻子不公平 撤回了投资 把卖房钱交回了余珊珊的手中 还表态 以后凡事都要和妻子多商量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两起案例 案例一当中 丈夫背叛婚姻 向婚外情人转账 侵犯了妻子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 最后呢 妻子起诉丈夫和第三者 把赠予给第三者的财物给要了回来 第二个案例 丈夫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 擅自将夫妻共同房产出售给第三人 但是第三人却是善意的 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 那妻子虽然无法讨回房产 但通过向丈夫主张权利的方式 要回了受房款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 而家庭对于夫妻来说是一个整体 对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 原则上 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无论是财产的处分 还是家务事 夫妻之间都应该平等地协商 互相尊重 有伤有良 只有这样 婚姻才能幸福长久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个女人对自己的容貌不自信 整形路上踩坑 另一个女人多次去班不理想 网上发帖子报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